为了摆脱新冠疫情 不久前启动的雪州疫苗接种计划 将进一步扩大到经济领域 本月25号开始为经济前线员工接种疫苗 雪州政府已经和发码公司取得250万剂科兴疫苗 优先为在巴生谷或是雪州注册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接种 期盼当地的疫情能够尽快受到控制 雪州打响疫情防控战 为了加速疫苗接种计划 当地政府在6月底开始为雪州民众接种疫苗 放眼在10月底为整个州属的八成人口完成疫苗接种 掌管工商业事务的行政议员拿渡邓张钦 今天召开线上记者会公布相关接种计划的细节 州政府已经采购数百万剂的科兴疫苗 以全面加速州属的接种计划 和雪州一带注册或营业 而且还必须属于国家安全理事会所批准营业的关键经济领域 如食品工厂 媒体机构 物流公司等等 若有意参与的公司必须遵守六大条件 雪州的疫苗接种计划只开放给公司或产业施打 不接受任何个人申请 所有的费用包括租借场地 购买疫苗等经费 必须由业者自行承担 不得转嫁到员工的身上 每两剂疫苗的费用为350令吉 另外加入接种计划的公司不得对外出售预约疫苗 当地政府只接受预约制申请 没有提前安排 不得施打疫苗 最后 业者必须遵守其他国家规定的疫苗接种计划 规定条款 目前为止已经有62,000家公司申请参与计划 涉及总体员工人数高达290万人 不过邓张钦强调 由于雪州政府向芳马公司订购的科兴疫苗数量 只有250万剂 其中有50万剂是用在弱势群体的身上 另外有200万剂的疫苗 是为经济领域的员工施打 在增多周少的情况下 雪州政府将优先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员工施打疫苗 邓张钦指出 这个计划每天最多可以施打4万剂夜苗 有兴趣参与的公司可到相关的网站或拨打热线提出申请